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宣告 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时 也显示凡被栽种在神里面的都不会被拔出来 这就是约翰所说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约翰一书二章九节 这也就是保罗得胜凯歌的缘由 得胜却句胜过生和死 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 这样的夸胜是完全根据神所赐给我们的坚忍恩赐 保罗将这真理运用在一切选民身上 我们每一信徒都有这得救到底的却句 保罗在另一处经文也同样地教导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菲利比书一章六节 当大卫的信心软弱时 他也倚靠此得救的却句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诗篇138篇八节 我们毫无疑问 当基督为所有选民祷告时 他为他们代求 正如他为彼得代求一样 叫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我们以此结论 他们没有坠落灭亡的危险 因为神的儿子求告父神 保护他们在敬前中坚忍到底 并且父神不可能拒绝他 基督替我们代求 就是教导我们 确信我们永远是安全的 因我们是一次永远的属于基督 然而我们日常看见那些 似乎属基督的人 又远离基督而失丧 并迈向灭亡 其实当主宣告 凡父所赐给他的人 没有一个灭亡时 他也提到 除了那灭亡之子 约翰福音17章12节 这是真的 然而那些灭亡之子 从未内心真诚信靠主耶稣 蒙神拣选的我们 才会有着得救到底的确据 约翰说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约翰一书二章19节 我们并不否认 那些人在外表上 有某些蒙昭记号 好像是神的选民 然而他们根本没有蒙拣选的确据 这确据是信徒从福音的道中 所得的确据 因此我们不可让这些被道例子 动摇我们对神应许的信靠 以致失去平安 这应许就是主基督宣告 凡以真信心接受他的人 都是父神所赐给他的 没有一个灭亡的 因基督是他们的守护者和牧者 所以没有一个会灭亡